国家主席习近平 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普拉伯沃苏比言多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 明米号21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普拉伯沃访华的有 经济统筹部长 外交部长 能源与矿业部长等 军乐团奏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两国国歌 中央外事工作室代表 中央外事工作室代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普拉伯沃适应习近平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 同普拉伯沃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你在今年三月当选总统后 第一时间首访中国 正式就职后 又首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体现了你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 也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坚持战略自主 互信互助 合作共赢 公平正义 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尼关系发展经验的总结 也是未来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中方愿同印尼新政府一道 既往开来 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 续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 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巩固更高水平的战略互信 密切高层交往和政府立法机构地方合作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要进一步完善战略合作布局 打造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 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持续运营好亚万高铁 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元合作 加强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 开展海上共同开发合作 不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 更好实现融通发展 推进各自现代化 中方也愿同印尼共同打造更多惠民工程 加强减贫、医药、粮食种植、鱼业等领域交流合作 为印尼科研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支持 出台更多便利化措施扩大人员往来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明年是万龙会议召开70周年 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 中国和印尼要共同弘扬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 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龙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方愿同印尼开展更紧密多边战略协调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普拉伯沃表示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印尼和中国拥有千年友好交往史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 印尼希望进一步强化同中国全方位战略协作 成为更加紧密的全面战略伙伴 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 浙江不仅造福两国人民 也为亚洲地区更好实现和平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印尼愿同中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完善五大支柱合作格局 加强基础设施、能矿、医药、农业、住房、海上共同开发、粮食安全、减贫等 全方位全产业链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 印尼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捍卫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 涉江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 印尼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为维护新疆发展稳定所做努力 感谢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主持公道正义 印尼坚持独立自主 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 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或小圈子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 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促进世界多极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努力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共同开发 蓝色经济 水利 矿潭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拉伯沃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1月9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李强表示 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 就事关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方愿同一方持续弘扬传统友谊 坚持推动双向开放 加强中小企业 创新 绿色 人文等领域全方位互利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共同促进发展繁荣 中方愿同一方加强沟通协作 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马塔雷拉表示 一中合作前景广阔 一方期待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互建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持续深入发展 一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11月9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伯沃 李强表示 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 为中印尼关系发展 拨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保持高层良好交往势头 弘扬传统友谊 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 拓展互联互通 数字经济 清洁能源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为两国携手走好现代化道路 提供坚实支撑 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繁荣稳定 贡献更大力量 普拉伯沃表示 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同中方密切各层级往来 拓展经贸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 加强多边事务沟通协作 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9号上午在北京 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伯沃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会见普拉伯沃时 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中印尼关系高位运行 展现出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 树立了发展中大国 共谋发展 联合自强 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中谣共识 发扬两国关系优良传统 以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主线 开展更高水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立法机构 加强各层及各领域交流交往 在各国议会联盟 亚洲议会大会等多边机制下 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普拉伯沃表示 印尼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 愿同中方坚定相互支持 深化包括立法机构在内的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 不断发展 当天上午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伯沃 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会见马塔雷拉时 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马塔雷拉 总统战略引领下 中意关系发展 不断迎来新机遇 取得新成果 今年是两国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中方愿同一方 传承历史悠久的思路精神 深化人文交流 推动双边关系 迈上更高水平 为中国关系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注入更多正能量 中国全国人大 愿同意大利议会 发挥好定期交流机制等平台作用 就立法监督 法治建设等 加强交流互建 为两国务实合作 提供法律保障 马塔雷拉表示 我同习近平主席达成重要共识 巩固了一中传统友谊 一方愿秉持开放合作精神 同中方深化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 密切立法机构交流 推动一中和欧中关系发展 好明金参加上述会见 当天上午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圈 在会见南非总统非国大主席拉玛福萨时 李奇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拉玛福萨总统的引领下 中南关系步入黄金时代 中方运同南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提升互利合作水平 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溃成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中南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方将全力支持南非担任2025年20国集团主席国 同南方加强协调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拉玛福萨表示 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和我把南中关系定位为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必将使两国各领域合作水平更高 程度更深 南非赞赏中国继续对南非开放 对非洲开放 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更加强有力推进对华友好合作 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同中方加强协调合作 在会见南非国民议会议长 非国大全国执委迪迪扎实 李希表示 中方运同南方深化立法机构交往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为两国各领域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迪迪扎表示 愿用好两国立法机构定期交流机制 加强同中方各层级往来 密切两国人民的联系 促进各领域合作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在同非国大总书记 姆巴卢拉会谈时 李希表示 中国共产党同非国大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新形式下 中国共产党愿同非国大加强政治对话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 通过党级渠道推动务实合作 姆巴卢拉表示 非国大对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 不断改革创新 始终引领中国发展深感钦佩 愿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 更好地应对内外挑战 访问期间 李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表示中方愿同南方加强反腐败交流合作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连接建设 南方积极评价中国反腐败斗争成就 表示愿学习借鉴中方经验 同中方深化反腐败合作